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1月14号星期一 大家好 我才记者前方发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是中央决定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要倒台了 就是被崔永元曝光的 就是最高法院丢失院宗 当时他的最高法院法官蒙林青也是在说周强一不调查 二不追究三不立案 最高法院院长当时我们就说应该是红二代们之间的战争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实际上也是前台 就是说红二代们养的狗 看来他是咬败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我们报的是未来的消息 我们得到了内部消息 当然现在周强现在还是最高法院院长 我们得到消息应该在未来的一周会正式的会有官方消息出来 官方消息应该是周强就倒台了 应该下台 下台之后由现任的上海市市长应勇来接系周强 成为最高法院的院长 这是我们得到的消息 对不对 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来讲 你要说崔永元现在没有一官半职 对不对 他是以平民之身来举报最高法院的院长 这在中共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 这是罕见的 然后平民没事 最后崔永元没倒台 最高法院院长竟然倒台了 就出了奇迹 崔永元向外宣称说他的后台很硬硬的不得了 说为了不吓着你们就不告诉你们是谁了 这个我觉得是崔永元开玩笑 崔永元现在说实话谈不上后台 但是崔永元这种玩法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有保证的 他崔永元真的是很聪明 玩的很高 但是我当然了我只是说我的观点 我也不知道崔永元到底有没有后台 也许真的有后台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崔永元实际上就没有 对吧 跟我们一样 对吧 因为很多人还说我们后台很硬 对吧 我们后台也很硬 知道吗 我是周恩来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不该告诉你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就不是崔永元的问题 是上面在打仗 崔永元只不过是被人当枪使了 那么周强下台了之后 会不会被关押 会不会被调查 最后怎么处理 还是说就只是下台了 退休回家就完事了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这个还在你争我夺的过程当中 而最终来讲 我早就说了 不管赵乐际也好 周强也好 本来也不是这次事件的最主要的苗头 事件最主要大家想要夺到的还是什么呢 是周强的位置 是几千亿美元的煤矿 对不对 实际上中共新的来讲 就是说斗争还是这样 如果你能够把煤矿交出来 把你的位置交出来的话 一般情况下还不赶尽杀绝 所以周强如果能够痛痛宽宽的 把自己的位置交出来 交给了对方 因为现在瞄准周强的 有的时候可能未必是矿了 而是想要最高法院院长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么为什么是硬拥来得到这个位置了 你们去想吧 对不对 好吧 现在矿也基本上 矿现在还没交出来 据我们所知 虽然闹到现在了 地方还没把矿交出来 你就想地方势力有多么的强大 到现在矿没交出来 那么周强的位置 它现在还没交出来 但我们预言一个星期之后 它就不得不交出来了 好吧 因为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内部消息 反正我们报告给大家了 那么后面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最新的消息 我们反正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然后我觉得大家还要保持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和热度 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要保护的是崔主元 我从这个案件一出来 我就说了什么周强赵老弟的死活 说实话 我就觉得他们只要把他们的利益和位置交出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至于就是说要有生命危险 是吧 但是他们这种狗咬狗 说实话我们兴趣不大 我们还是保护崔主元 我们希望崔主元以后 这个案件我不知道它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能报的 对吧 因为这个案件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崔主元作为一个工具被使用的可能性不大了 崔主元为了保持自己的热度 就要再需要去找 另外一个热点吗 另外一个一点 但是这样下去 我就一直就是说崔主元就是在玩火 早晚有一天自己要有问题 对吧 崔主元自己也说 就是说我现在的年轻 我在这撑着 20年之后 有一天我老了 躺下床上了 搞不好 距离被人下了毒手 因为中国讲 这君子报仇 时间不晚 所以我之前的那段视频 我也跟崔主元说过了 我今天再跟崔主元说一遍 崔主元先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能听到我的视频 我要告诉你 你要保障你的安全 当然了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就是说鱼死网破了 你已经无所谓了 对吧 生死你早已然知之路爱了 但是你还有家人 你还有妻子 你还有女儿 对吧 因为中国这帮人有多黑暗 你自己心里有数 对不对 就是说这种报复 如果不在你身上 会不会报复到你家人身上 那么要保护你自己的安全 要保护你家人的安全的话 你相信我 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 在中国真正实现法治民主 你的安全 你家人的安全 你女儿的安全 才能有保障 所以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能够意识到我说的这个话 还是说就是说我给你推荐的 我跟你说这个 说的就是说已经看完了 你其实你这么聪明 可能你早都想到了 你已经有你的计划 你已经可能尝试着去这么去做了 我们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对吧 我要说在这个方向上 我是绝对的支持你 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做的 是吧 我们都愿意去做 但是我们能给你做的也不多 除非有一天你跑美国来了 我们专访你一下 是吧 好吧 那希望崔永元先生的保重身体 好吧 从现阶段来看 换一个视角 他的后台确实挺硬的 都是群众和观众在关注着他 所以群众的后台也是挺硬的 对 我老婆这个说的 我觉得崔永元的后台 就是全中国这十几亿人民 对吧 我觉得不能说十几亿 我觉得几亿 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只能说 有那么几亿 有正义感的 剩下有一些的的的确确的 当然咱也不能够就一锅端 你也不能说都是好人 都是坏人 但是我永远也相信 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 对吧 沉默的大多数都是好的 是不是 你就包括最近我们下面 有一些人在那说一些东西 有人就说 说死动最近怎么黑粉这么多 我能说你要明白 你知道吗 真正张嘴来说话的 本来就是少数 对吧 然后说不好听的更少 只不过这些人 因为他的言语比较夸张 他好像某种程度上 占领了舆论的舞台 但是真正的那些好的 素质高的观众 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没有说话 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代表 他们的一种意见 是吧 所以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 最基本上有几个亿 我将近就算十个亿 还都是好人 对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崔永元的后台 也是我们的后台 好吧 那这个等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